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今天我们给大家安排了张耀卓老师的讲座 给大家来谈一谈关于脱派的几个问题 最近几年脱派的问题经常被人提起 红色中国网前一段时间 我觉得有一篇文章可能引起大家的关注 秋火的一篇文章 是关于三月份一个总结 说是关于形势迫近 是革命形势迫近于重大战斗前夜的严肃主张 那么有些人说这也是一个脱派的文章 究竟什么是脱派 脱派跟毛泽东思想 或者毛泽东主义之间 跟马列毛主义之间有什么区别 他的划分的标准是什么 这些呢一直以来呢困扰着我 也可能困扰着和我一样的同志 那么今天呢我们有幸请到了张耀朵老师 他对这方面呢应该是有一定的发言权的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似乎他头顶上是不是也有别人给他戴这么一顶帽子 就这个机会呢 我们也有一个学习交流的机会 在讲诺完之后呢 可以和大家一起讨论交流 请大家注意收听 他们也有请张耀朵老师上麦 大家好 这个今天让我讲这个问题啊 是有些难度 那么咱们就都得讲一讲这个问题 今天咱们那个题目呢 这个主持人给我起的是关于脱派的几个问题 那脱派几个问题呢 我想一个就是脱派的来源 因为脱派是个国际现象 所以要这个讲一讲它的源头 这可能要费一点时间 历史的账马 是斯大林和托勒斯基之间呢 这个在那个历史阶段发生的一场增论和甚至呢 由派别斗争变成敌我矛盾的一个过程 比较复杂 那么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这个大家很关心 那么脱派在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形式 是吧 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这是第二关 第三关呢 我们可能会涉及到 大家可能想了解一下 国际上目前脱派的一些状况 是吧 同时呢 还有我国目前的脱派的一些状况 首先呢 我要说明一下 我本人对脱派的历史和理论呢 了解的呢 也是鸡灵狗碎式的 不系统 由于咱们那个红色青年频道啊 比较注重马列 毛这个理论和历史的学习 我很是赞成 所以今天呢 我这个被改革上架呢 这个 要我说一说脱派问题呢 我想即便是献丑 那么也只好勇敢的面对 那么近些年来啊 我最早听到的大概十年了吧 就听到 有人说我是脱派 我们没大在意 没大在意 有些新朋友来坐下来 给我坐几分钟以后 就很 很感兴趣的问我 你是不是脱派 那么我这些年呢 由于我的信仰 马列 毛主义 我呢 实际的一些活动呢 有主要关注的是工人运动 那么这样就呢 有机会呢 参加一些国际会议 这样呢 也就有机会呢 跟那些自封为 马列正宗的 据说很关注 关注的世界革命的 和所谓的工人民主的 那这些脱派呢 有所接触 那么 包括台湾的呀 香港的呀 还有咱们大陆上 咱们国内啊 个别的小青年脱派啊 也到工人网造访过 造访过 那么有所接触 那么这接触嘛 就是不免呢 跟脱派就 插墙走火 可以说 不少受到脱派的攻击 说我是毛派 机会主义分子 那么个别毛派人士呢 又认为我呢 这个过于关注工人 而忽视了农民问题 但是我本人呢 不主张搞个人崇拜 我甚至呢 在下面 招谈的时候 我对某些人搞毛 搞毛教啊 搞这种东西 我还 持批评态度 那么 大概可能是这个原因吧 我就被戴上了 脱派的帽子 就是 怎么说呢 俗话说 里外不是人 但是我认为呢 脱派讲什么 工人民主啊 都是纸上谈兵 在现实的工人斗争中 我们呢 互相也没有碰撞的机会 现实的工人斗争中 是吧 比方说我们去 争夺一个工人运动方向 去争夺工人领袖 目前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 也就是说 他们对现实的工人运动 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那么咱们毛外的一些同志呢 也不做这一块工作 也不做这一块工作 所以我本人呢 一般对这种批判呢 是保持沉默的 我的体会是呢 脱派呢 很能写作 提笔就来 有个别脱派 还能到现场进行一些调查 不少脱派就是拍脑袋 在做结论 简单化 这是脱派的传统 从他的脱派老祖宗那儿 就有这毛病 那么脱派呢 善于写作 那么他就是一个 很容易进行文字攻击的 派别 我是这样的感受 所以我斗不过他们 我一般是躲着他们 所以我今天呢 是要冒比较大的风险 是吧 讲完 万一传播出去 可能会得罪 某些这个 托派分 是吧 这么多年 我是不愿意得罪他们 当然我们一些毛费呢 也是有公寄性 是吧 到时候呢 我如果受到攻击呢 还希望频道里的同志 帮忙澄清一下 是吧 这是说笑的 那么我们呢 我想为了避免误伤同志 我们还是要多学习 我们现在就来 一起谈一谈脱派问题 这块历史呢 比较枯燥 我们呢 可能也比较陌生 那我们先耐着性子 先说一说 第一个问题 我们先讲十月革命 以前 托洛兹基 这个人的一个状况 托洛兹基原名 不叫托洛兹基 他叫列夫 布隆斯泰 是一般年生育 沙河 沙河 赫尔松 也就是今天的乌克兰 第一个村子 犹太赴农家 他比列宁小九岁 大家知道列宁是1870年 出生的 那么他跟斯大林正好同岁 差一个月 由于他这个富农家庭嘛 他接受过中等教育 十九岁的时候啊 就因为参加革命活动而被捕 二十一岁的时候 在刘 刘芳帝啊 哎 妻子长他七岁 是他同一个村子 富于家庭的女子 在刘芳帝 他生了两个女孩 在刘芳帝 刘芳三年以后 他逃了出去 他逃出去的时候 使用了一个 托了自己 这么一个育友的护照 从此他就使用了这个名字 执导重守 在二十三岁的时候 也就是一九零二年时候啊 他这个 到了英国 伦敦 加入了由普雷汉诺夫 他就知道普雷汉诺夫 曾经是列宁的老师 后来也走向了反面 由普雷汉诺夫 列宁 马尔托夫 主持的火星报编辑部 他加入到这个编辑部了 一九零三年呢 托了自己又在巴黎 结识了欧洲大银行家 这个 一个大银行家的一个女儿 不久二人在巴黎 结婚了 成为终身伴侣 后来育有两个儿子 后来呢 在这个 托斯基流亡的过程中 他这几个四个孩子 全部都夭折了 那么一九零三年的时候 二十四岁的托斯基啊 以代表身份 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第二次代表大会 大家知道 这个俄工党啊 俄社民党啊 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完以后 不久啊 就封列了 封列为孟斯维克和波尔什维克 当时 托斯基 就 是 孟斯维克成员了 他批评列宁啊 当时批评列宁的路线叫 雅各宾派主义 雅各宾主义 所谓雅各宾主义 就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个 自在地级革命的激进派 崇尚革命恐怖主义 崇尚革命恐怖主义 罗伯斯币尔 是他的主要人 后来被这个 动的势力 把他送上到楼台了 1904年 9月 这就很快啊 托斯基又宣布 脱离了 脱离了孟斯维克 因为04年的时候啊 孟斯维克 跟俄国的自由派结盟 就是我们现在有些人 污蔑的也罢 说的也罢 叫左右河流 就孟斯维克跟俄国自由派 河流了 那托斯基宣布脱离了 孟斯维克 从此以后 直到十月革命 那么托斯基 几顾加入 十月革命他不是加入到 布尔什维克 那么一直到1917年 十月革命的时候 这整个一个时间段 就是说 从04年到1917年 也就是13年时间 他是一个 布尔什维克和孟斯维克以外的一个中间派 中间派 孟斯维克大家都清楚 是俄国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派别 改良主义派别 他们呢 分裂呢 是因为什么问题 就是关于五彩阶级专政 承认不承认 五彩阶级专政 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是吧 这两个重大问题上 发生风起了 孟斯维克 不承认 五彩阶级专政 说别 别喊这种东西 是吧 小心吓破了 中间人士 是吧 那么关于民主集中制这个问题呢 孟斯维克说 这个 这个列宁的要求啊 必须加入到一个组织 而且必须服从这个组织的领导 孟斯维克说啊 不要 只要承认党的纲领就得了 组织上松散 相当于今天我们所说的一个社团组织 是吧 为这 这两个重大问题发生风起 结果 封列 封列以后啊 那么大会在 那么同学大会在选举中央领导机关的时候啊 拥护列宁的人 这些人得了多数票 这个在俄文里面呢 多数派 用俄文说来就叫布尔什维克 马尔托夫啊 为代表的孟斯维克呀 得的票数是少数的票 也就是少数派 在俄文中叫孟斯维克 这大家就熟悉了 是吧 那么从此以后 孟斯维克就发展成为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内部主要的 右行机会主义派别 啊 那么 呃 一直到十月革命 呃 一直到十月革命后 呃 那一战结束 呃 二十六岁的 托洛兹基 当选为 毕德堡工人 苏埃副主席 啊 那么在苏埃主席 被捕了以后 他到了十一月以后 被当选 呃呃 被选举为苏埃主席 是吧 紧接着当了 不到一个月 呃 几天时间 呃 呃 当了 当主席 当了 十天左右吧 呃 呃 又被被捕 呃 又被捕了 呃 06年呢 呃 这个俄国民主 就是呃 就是1905年的俄国革命失败以后 1906年 被判成终身流放 呃 俄国这个地方流放了以后 比较容易逃出去 呃 只要坚定 呃 不会死在路上 呃 加上呢 这个俄国革命党人呢 这些这些 这些这个社会民主党 呃 这些人呢 他还有一个互相接应 呃 组织关系 就往往就 就有 逃出的可能性比较大 嗯 到了1907年呢 托洛斯基就逃到 伦敦了 从此啊 这就在国外 是吧 十年时间 1907年 啊 一直到 1917年的 二月革命爆发 十月革命爆发前的 二月革命爆发 这个托洛斯基 一直在国外 这个 哎 流浪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有大量的时间呢 去进行理论的 探讨 啊 和写作 是吧 呃 这个时候呢 写作的东西呢 这个 呃 托洛斯基 嗯 还是站在了反战的 国际主义一边 哎 不是支持战争的 那个那种 那个沙文主义的东西 是反战的 但是他反对 列宁的 一个重要思想 就是变现在帝国主义战争 为国内战争 使本国政府 在帝国主义战争中 失败 这是列宁的两个主张 那么 托洛斯基是反对的 同时反对 列宁提出的 退出第二国际 成立第三国际的主张 哎 因为第二国际 已经修正主义了 是吧 列宁提出 要退出第三 第二国际 我们自己成立第三国际 那么 这个托洛斯基也是反对的 1917年 二月革命爆发以后啊 这个托洛斯基很快就加入到 波尔什维克里面来了 并且当选为 波尔什维克 第一届政治局委员 和毕特格勒 苏维埃主席 那么 从此啊 这个 也可以说他为革命 对俄国的苏联的革命啊 做出了一些重大的贡献 这个人是比较有能耐的 所以他也是十月革命的主要领导人 这个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 他任过外交人民委员 军事人民委员 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铁道人民委员 就是官不小吧 据说是尽死于列宁 或者说 第三号人物 他这么一个情况 这是呢 直到十月革命时候 托了自己的一个基本情况 那么我下面呢 就谈一件事 这一件事 在俄国是特别重要的 尤其十月革命以后啊 因为啊 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 苏俄呢 仍然呢 属于协约国一方 跟同盟国 德国等等 还处于交战状态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 为了保住 苏联 这个俄国 新的一个社会主义啊 这个政权呢 列宁 波尔什维克党 就提出来 一个和平建议 结果这和平建议啊 比协约国 也就是苏俄 他们这一方啊 拒绝了 这样呢 那个 波尔什维克就直接跟 同盟国 也就是他的敌对国 德国 进行和平谈判 1917年的十二月份 开始谈判 德国提出来 把波兰 立陶宛 埃萨尼亚 他的局部和 拉脱维亚 北俄罗斯的全部 割让给德国 并招求赔款 30亿卢布 这样客户的条件 说你既然你俄国 你要来提出 跟我停战 那你必须满足我 这条件 那么 新生的这么一个 社会主义政权 能满足吗 那么这样 重大的问题 就引起了 波尔什维克党内 严重的缝起 列宁通过 权衡利弊 主张 接受德国的条件 前提合约 为新生的政权 争得 喘息机会 大家知道 改革开放以后 我们的里面 很多一些史学家 都考证 列宁 可能是德国的间谍 你想在这个时候 俄国是一个 三文主义 三文主义大国 让他投降 割地赔款 这个对俄国的人 是受不了的 这等于就是 你看 签订合约 割上土地 还要赔款 这是一种投降 但这是列宁所主张的 那么以布阿林为代表的 他们成立了一个小组 叫左派固财主义者 他们反币签订合约 主张对国际帝国主义宣战 托洛斯基怎么想的呢 托洛斯基主张停战 但不与德国签约 那就说有这么三派 列宁一派 布哈林一派 和托洛斯基一派 那么在18年 就是翻过年头啊 18年 召开的中央和地方负责人 60人的出席会议上 赞成布哈林主张的 32个人 赞成托洛斯基主张的 16个人 赞成列宁主张的人 最少的15个人 因为列宁的主张处于少数 而没有通过 那么列宁的态度是 宗重大会的结果 但继续阐述自己的主张 紧接着在召开的中央会议上 重新表决签约的问题的时候 托洛斯基的主张 以9票对7票的多数通过 列宁的主张 仍然没有被多数所接受 布列斯特谈判 马上就要恢复 剩几天就要恢复 当托洛斯基这个时候 作为谈判的代表团团长 那么就在临行前呢 跟列宁做了个约定 如果德国下了最后通牒 那就让步签约 如果德国还能周旋 那就还是按托洛斯基的 主张外情战再不签约 结果德国呢 果然向了苏俄 这个兴凶的社会认识 下了最后通牒 托洛斯基呢 就电报向列宁雄鹏对策 列宁立即服电 表示 接受德国条件 立即签约 但是托洛斯基 没有接受列宁的建议 反而发表了拒绝签约的声明 率着代表团 离开了布列斯特 结果德国开始对苏俄大去进攻 在这种紧张的情况下 二月份 二月底 这个布尔什绘克召开中央委员会 紧急会议 在会场列宁的主张 又被 以6比7的票数数决了 随后中央又连夜开会 经过激烈的政策 托洛斯基这个时候转而支持了列宁 会议结果以7票赞成5票反对 1票7的结果通过了列宁的体验 苏俄俄 苏俄连夜通知了德国方面 同意签约 在德国得到通知后 他继续进行进攻 到了2月底提出更加苛刻的条件 并要求苏俄在20小时之内答复 就提出更加苛刻的条件 而且还要20小时之内答复 那么大中央又召开15名委员 参加的紧急会议 会气氛特别紧张 曾伦也十分激烈 发言中 大多数委员表示不赞成列宁的主张 列宁焦急而愤怒 但仍然严格遵守了民主制的原则 他只能提出 如果这种空谈的政策继续下去 他就要辞职 退出政府和中央委员会 布哈林 对列宁的辞职毫不在乎 斯大林呢 也发生了动摇 斯大林一直是支持列宁的 这个时候啊 出现这样的情况 斯大林也发生了动摇 列宁就把话说出来了 如果你们不签字 接受这些条件 那么三个星期之后 你们就得在苏维尔政权的死刑判决书上签字 托了自己 这个时候啊 并不同意列宁的意见 但为了防止列宁辞职和党的分裂 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在他的影响下出现了四票齐全 结果列宁的主张 以七票战胜 四票齐全 四票反对 获得了通过 获得了通过 那么最后啊 布列宁的合约正式 签署 德国战败以后 大家知道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啊 德国就战败了 对吧 当时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这个这个 还有希特勒 对不对 德国 一次世界大战 战败了以后 苏俄政府啊 立即宣布 废除 布列宁的合约 那么原来认为 要付出 巨大代价 这一下子就消失了 那么这是在俄国的重大 苏俄的这个社会主义革命史中 一个重大的事件 就是说 苏俄以空间换时间的成功外交 成功的利用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使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取得了创新的机会 布列宁的合约 当初提出来的时候啊 就列宁体育局的主张 只有列宁一个人 没有人同意他 起初是这样的 最后一致 发生到咱们刚才讲过的 这个过程 那么我讲这个过程呢 也趁这个机会说一下 大家通过这个例子来看出来 列宁啊 不是以党的最高领袖自聚 他呢在这个集体中啊 这个领导集体中啊 总是以平等的议员的身份 和民主的做法 这是以第二 什么叫领袖啊 领袖在这 就是在这种重大的涉及 生死从亡的时候 能够敏锐的 做出判断 有利于无散阶级的判断 并做出决定 这就是列宁啊 在这个布列宁的合约里面 这个事件中啊 反映出来的这个领袖的风范 这个是个很著名的例子 我其实 我在别的地方 我还讲过这个 这个 我很喜欢这个例子 在今天呢 是讲到托洛斯基的 我讲一下这个事 让大家在这个 这个整个一个事件中啊 来体会 托洛斯基这个人 是吧 那么我们发现在这个事件中 托洛斯基啊 表现的 这个灵活性啊 是吧 是可见一斑 是吧 那么布列宁合约签订以后 托洛斯基在1918年3月 辞去了外交人民委员会的职务 担任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 在国内战争时期 主持建军工作 指挥红军 与协约国入侵军队 以及北党军队作战 那么在这个过程上 为红军的组建和壮大 做出了重要攻击 那么也有人不是说 他就是红军总司令 是吧 那么 我们说托洛斯基说到这 我们是不是可以 做这么一个结论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说 托洛斯基是一位革命者 是吧 而且是一位有能力 并为十月革命 做出过重大贡献的革命者 但他不是一个 至始至终的布尔什维克 是吧 他是孟尔什维克 后来又进入中间派 对吧 直到十月革命 他成为布尔什维克 是吧 那么他这个什么人呢 我个人看法呢 他是一个具有强烈 宗派主义色彩的人 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 那他也是一个具有强烈宗派主义色彩的人 他的这种宗派主义 在后来与斯拉林的斗争中 也是他自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好 这是第一个 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 十月革命以前 托勒斯基的一个基本情况 大家如果在百度上说托勒斯基 托勒斯基主义 你看那基本上是托派写的注解 托派的注解呢 一般来右派都是穿着能接受的 那我们第二个问题看一下 托勒斯基与斯拉林的路线之争 路线之争 这个路线之争是在列宁同志 在24年 1924年列宁逝世以后出现的 这就是 这个 俄国布尔什维特党出现了两派斗争 斯拉林主张 一国能够建设社会主义 号召各国共产党保卫苏联 而托勒斯基正好翻盘 认为一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 他举起的是世界革命和不断革命 这个旗号 他很著名的两个东西 就是世界革命和不断革命 我们再往下看 什么叫世界革命 什么叫不断革命 他举起这样的旗号 跟斯拉林进行斗争 那么在1925年到1927年 这几年期间 他纠合 GinoVF和 加密尼夫 这个在我们今天俗话称叫 常委 都是两个常委 组成啊 联合反对派 我刚才前面说 托勒斯基这个人 这个宗外主义比较厉害 喜欢搞笑团体 他们组成了联合反对派 他们把自己称为布尔史维克列宁派 简称为左派反对派 他们提出一整套的纲令 反对在一个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 这么一个思想 那么这个正纲的理论基础啊 就是托勒斯基的不断革命论 什么意思呢 这个理论断言 在落后的苏联 绝不能由自己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 必须有西欧无产阶级 取得政权的若干国家的帮助 才能保证苏联存在下去 因此 苏联的巩固和发展 要以世界革命为前提 这就是不断革命论和世界革命论的一个关系 那么托勒斯基认为呢 你斯大林反对不断革命论 你就想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 你就是停止革命论 你不支持世界革命 你就停止革命 因为托勒斯基教条的 用了马克思恩克斯的一些观点 就是说 社会主义 首先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进行教条的 用来这个东西 而实际上已经到了帝国主义时代 以后 列宁创立了帝国主义理论 然后提出来 列宅在薄荣环节中断裂 然后 我们可以在俄国一举 实行社会主义革命 进而 帮助 西欧 等等国家 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你首先在保证 苏联社会主义正确的存在 他认为啊 世界革命如果不起来 苏联就不要想在反动的西欧 面前站在住脚 他认为 苏联的存在 是为了世界革命 而不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 与其让各国共产党来保卫苏联 不如让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 发动革命 如果能掀起世界革命 即便 让苏联孤注一掷 也在所不惜 这就是他的不断革命 和世界革命 显然 从后来的事实上来看 托洛斯基这个关键是错误的 当然 托洛斯基后来为什么 在一些人的头脑中 尤其是知识论头脑中 受到出卖呢 是因为他说了一些话 也就是 认为 苏联 社会主义必然垮掉 我们的很多呢 包括咱们国内 某些青年左派啊 最后变成脱派啊 就是接受了他这些观点 他们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批判 认为现实社会主义非垮不可 那么读书人呢 如果读的托派书记多的时候 会对这一个解释心 深信不疑 我有这个体会 我当时啊 对文革的这个 毛主席的积蓄革命理论 不是很了解的情况下 我读了很多的托派的书 当时也有这个逻辑 批判现实社会主义 认为就是没有按托洛斯基的想办法 所以你看一个一个都垮掉了 那么后来当我接受了 接受了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以后 我才认可 毛主席的继续革命理论 才是对苏联变质 中国变质的最好解释 最好解释 那么我们再看 他的不断革命论呢 在像中国这样的地方 他是怎么表述的呢 他对东方这种殖民地 办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 也是用他的所谓不断革命论来概括的 他说自在阶级民主革命 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间 没有什么明显的阶段 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 都必须用十月革命的方式和方法 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剥夺自在阶级 才能取得胜利 大家注意时空 这种观点呢 大家在今天看来觉得 很正确呀 所以 有些托派小青年 就说你看孩子托洛斯基 厉害吧 多少年前都说 是这样的 结果我们有些同志那说 社会主义 今天的社会主革命 还分两个阶段 民主革命阶段和社会主革命阶段 托洛斯基又正确了吧 我想大家一定要注意 对象不一样了 性质不一样了 毛主义时代是半治民地 半封建社会 要进行民族民主革命 这个革命就是封为不同阶段的 在我们国家封为新民主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革命 两个阶段 今天有些人又唱起这老条来了 要把革命封为两个段 这种观点的人有几类 我这里也不是重点 我就不多说了 有人借用的就是 毛主义的新民主义革命理论 有另一方小宗派 有借用的是 托洛斯基的观念 来说这个问题 那么他这个观点呢 也就是意思就是说 用社会主义革命 来代替民族民主革命 那这样的话你想 他肯定反对 毛主义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了 因为他认为 他是民粹主义的 一群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 去发动一些落后愚昧的农民 是吧 搞资产阶级的民族革命 民族民主革命 对 那他必然会反毛的 反毛的动思想 那么这一套 左的很离奇的理论 四党里进行反播 并在组织上采取了措施 经过三年的斗争 四共中央 在1927年冬天 将托洛斯基 迪诺维言 加密尼夫 等联合反对派 清楚出党 清楚出去了 那么托洛斯基后来被流放 被驱逐 先后流亡 土耳其 法国 挪威 最后知道墨西哥 在1938年的时候 他在 这个墨西哥 他在墨西哥 跟他的 与他的支持者呢 这个 跟他的支持者一起 组建了 第四国际 第四国际 也叫 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 那么组建成 第四国际以后 就与斯大林的共产国际 也叫第三国际 也叫第三国际 第三国际 也叫共产国际 进行对抗 这在国际共产 运动中啊 造成了 巨大的负面影响 1940年的时候 他在墨西哥 被暗杀 被暗杀 他的死啊 可能与他写作出版 一本书 叫斯大林评传 有关 这个我没有时间 做很仔细的考证 我们今天在网络上 其他地方 找到的好多资料啊 所以今天研究 拖派是有一定的困难的 一定的困难 这个 先后面 大家再说了 快点 我也没功夫 他们 拖派本身也很复杂 那么他有一点呢 就是这个可能性比较大 就与他写斯大林评传有关 托派自己在这本书中 根据他所谓的 说可以核实的资料 和他个人的回忆 描绘了一个什么呢 一个野心勃勃 却又平庸无能的斯大林 他甚至在这本书中 暗示啊 列宁的死啊 很可能是斯大林促成的 那么这本书啊 在当时啊 这个因为他在二世界大战期间呢 问题还不大 到了二世界大战结束了以后啊 这本书呢 直到今天呢 都为资产阶级右派 反对苏联 以及中国 社会主义提供了弹药 咱们今天的很多右派 不就也在用这个东西吗 用这些东西 托派当然了 更是了 因为他们的领袖写的东西吧 所以托派不加怀疑 因为托派有比较盲目的个人崇拜 这些特征 把这个托洛斯基的什么话都不能修改 当然了 托派我说领利 蒙派领利 也有其他的托派 但是给我的印象 托派简直是把托洛斯基奉神明 那么托洛斯基这个人呢 这个住宿啊 很丰富 因为他大部分时间以后 就是流亡以后就写作 好多时间是流亡 再加上他这个人写作不做考证 头脑中自然主观主义的东西出来 所以这个能写 大家知道你们如果熟悉托派的 托派的文笔都是不差的 托派的文笔都是不差的 那么这著作比较有名的就 有不断革命 俄国革命史 文学与革命 他们的道德 有我们的道德 我的生平 其中俄国革命史比较有名 还有一本书呢 就是 三套 叫先知三部曲 我曾经有这本一套书 可惜我也没读完 但是呢我拿到了河南 给河南的毛派 有人看了 有人看了说这书写得很好 我说 我说我发现个人迷信味道太重 我也没读下去 那么先知三部曲啊 是托洛子基的信徒啊 描写托洛子基分评和思想 比较权威这个著作 那么大家可以从他的书名来听一下 是吧 先知三部曲 可见托洛子基 被他的信徒们已经愤若神明了 是吧 好 那么这一段呢 我这个简要的来说一下 就是托洛子基和斯大林的路线之争 这个讲起来很复杂的 是吧 那么后来呢 这个斯大林呢 给这个托洛子基扣的帽子也非常重 也非常重 这个托洛子基呢 也是这个 不遗余力的编造谎言来 来这个污蔑斯大林 最后他们的斗争啊 这个这个 被人听起来比敌我矛盾 还不客气 那么这是他们一段 那么由于呢 咱们国家呢 在苏联 支持下 等等啊 受苏联影响很大 那么 他们这一场斗争啊 两人的权力斗争啊 自然对中国的影响就不小 不小 一般来说 像毛主席这样的人呢 也是 必会谈这个问题的 大家知道 你看毛主席的各种著作里面 很少提及托派 好 这个 那么我们看一下呢 中国民主革命 这是第三个问题啊 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托派 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那么中国托派的 他的思想和理论 他直接来源于苏联 但是他对中国的革命啊 基本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这个托派 解放后啊 基本上比肃清 但近些年来又复活了 是吧 近些年来这个 在咱们 大陆的左派呢 受香港的比较 托派 影响重一些 因为呢 大陆的当年在这个 毛主席时代 托派 肃清托派的时候 不少托派 跑到这个 跑到香港去了 跑到香港去了 那么这样的话 就托派呢 就在香港扎了根 这些年咱们大陆一些青年团体啊 就是 我看这个托派 在这 我的印象中 这三五年中 成长得还比较快 成长得比较快 复 复活的还比较快 主要是年轻人 穷体 这些穷体呢 以各色各样的 一种形式表现出来 主要以小宗派特征 表现为小宗派特征 一会儿我们再说 那我们来 先来看看 解放前的托派情况 这个东西比较复杂 我简单的说 中国的托派呢 大家都比较 都知道 了解这些历史人知道 是陈东秀 共产党人的创始人 成为托派的头子 还有一个叫彭树枝 还有刘仁静 还有郑朝龄 这都是比较有名的 到了香港 是有王熙凡 实际上中国这个托派 也没有提出过 什么独特的见解 是吧 他们只是把托洛斯基的 一些主张 给全盘接受下来 是吧 复制过来 僧帮硬套 中国的情况 而一般的托派呢 成员呢 更是葫芦腾枣 不知其位 是吧 托洛斯基的理论 说实话 也是比较这个 空洞和 和 和苦涩 空洞 那么 我这里引用一个人的史料 他叫普清泉 他写过一篇文章叫 中国托派的产生和灭亡 对中国的托派 有比较详细的说明 这个普清泉呢 他是成都秀的表弟 早在1930年时候 搞脱发的时候 就跟成都秀在一起 后来跟成都秀一起 对捕了 在狱中啊 还这个 这个 照料成都秀 那么 他们前后啊 这个成都秀死之前呢 前后还通信 40年时间 所以 写了一些东西呢 我认为 还是可以 应用的 那么 回头以后 我把这个整理成文章 大家再看 那么咱们先看一下 中国托派产生的背景 和社会重源 咱们看看 就是国内背景 国内背景 那么1925年呢 在1925年到1927年的时候啊 中国共产党大家都知道 很幼嫩 这个时候 共产党的 战部啊 主要在苏联培养 在苏联培养 25年到27年 27年这个 大屠杀嘛 之前 那么中国共产党就派了一批党团员 到苏联专门接受 专门接受中国学员的中山大学 和东方大学学习 这两所大学 主要是 培养 这个 东亚这边的 这个 这个共产党的 包括也 也有国民党 也有国民党 当时啊 东南大学校长 叫拉蒂克 是一个托派中很有名的人物 那么这样的话 由于他校长拿他请来的教授和教员 大多数都是托派 这样他们在课堂内外啊 影经据典啊 这个用马克思恩格斯啊列明一些著作中的一些词句啊 公开为托派宣传和辩护 那么一部分中国留学生呢 渐渐的就受到了托派宣传的影响 对于托洛斯基 从好感 开始同情 因为27年 27年9月份才把托洛斯基 才清楚出党嘛 在这个阶段呢 他还属于 俄共波尔什维克党内斗争嘛 但是呢 托洛斯基呢 基本上在党里面呢 是比边缘化 但是呢 学术和大学里面呢 托洛斯基呢 有一定影响力 那么这样我们的中国学员呢 就是对托洛斯基的好感 就开始又产生同情 那么有同情呢 进而佩服 是吧 最后由佩服 而信仰 是吧 最后由于产生的信仰 最终加入托派 我的理解呢 就是托派单纯通过 读托派的书 就能成托派 单纯通过读托派的 一系列书籍 就能成托派 甚至不需要认识工人 和农民 那么这批留学生回国以后 就着手啊 组织了几个托派小组织 那么这就是咱们中国托派 产生的一个国际背景 那么在我国呢 就是 二十七年呢 中国共产党遭受重大损失 那么这个重大损失呢 就是成都秀又情机会主义路线造成 他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权 他说 我们的工人阶级力量很弱 我们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还不充分 我们的革命啊 我们先跟着国民党搞 等到把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 我们再实行社会主义革命 你听听 这个观点正好是反托了自己观点的 但是这是在二十七年以前 成都秀没有加入逃派之前的观点 这就导致咱们的二十七年大革命失败 那么在二十七年的八月份呢 共产党召开了著名的巴西会议 清算了成都秀又情机会主义路线 但是 咱们党内啊 后来又出现了以居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 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 和王明的极左机会主义路线 尤其是王明 这个人呢 只会被一些马恩列斯的词句 用这些人吓过人 自称是理论家 百分之百的布尔隋克 而且是国际路线的代表 统治全党 达了四年之久 四年之久 毛主义不是说过王明吗 说王明呢 把马克思主义搞得呀 都不知道 强能打死人 人不吃饭会饿死的地步 那么在王明 这样的极左路线下 是党在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的力量 在北区 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 给党造成严重的灾难 而这个时候呢 那么 受革命高潮 卷入进革命队伍的人呢 由于对马列主义啊 半通不懂 半通不懂 在革命受到挫折 巨大挫折的时候啊 对革命啊 发生了动摇 不知道革命往哪里去 那么这个时候啊 就有一些人 就追随托洛斯基 就成为托派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背景 理论部分我们再不多谈了 这个 我谈两个主要的东西 托洛斯基是 这个派在中国啊 实际上很有意思 我们如果说有机会 我们当然也可以研究一下 我倒觉得我们这些 今天在中国呢 这个有些人 确实是 很脱派化的 他实际上 他这个小子在阶级 左派团体嘛 所以他有些的毛病啊 问题啊 都一致 你比方说 他们呢 对五彩阶级专政啊 丧失了信心 丧失信心 没有信心 对所谓国民会议 这种所谓的民主啊 这一条道路 抱着极大的希望 这就是当时咱们啊 这个这个中国的一些托派 就有的一个特征 然后呢 当时中国的托派 还有一个特征呢 就是三五个人就成立组织 特别喜欢搞秘密组织 是吧 高秘密组织 而且呢 这个这个 太系伶俐 是吧 很难团结 是吧 这今天我们都能看到的一些啊 是在咱们这个中间 能够有些这个 现象 是吧 那么我 大致介绍几个 团体 是吧 那么 当时啊 在中国啊 从这个29年 就大革命失败以后 逐渐出现的几个托派组织 一个叫无产者社 第二个叫我们的化社 化社 化剧的化 第三个叫十月社 还有一个 第四个叫战斗社 是吧 这些人现在 可能大部分人 不研究史料 都不知道 是吧 实际上都 都都都 他们喜欢通过一个小报纸 什么东西 就组成一个小团体 也就十来八个人 有时候就组织一个 搞一个组织 是吧 没有时间的原因 我就不多介绍 我这里呢 就是多重介绍一下 无产者社 无产者社 我们的化社呢 就是都不介绍了 知名度不够 那个人就是因为 在俄国 莫斯科见过托洛斯基 所以能招来一些人 他们托洛斯基 这个托派的领袖呢 有关系 那么我们主要说一下 无产者社 无产者社是 1929年的秋天呢 主要是有一群 所谓元老派 共产党的远老派 实际上 陈独秀 彭树枝 郑超林 尹宽 何自生 等 纠合了一些名人 在上海城里的脱牌组织 他们还发表了个宣言 签名的还有八十多个人 是吧 他们当时要有网络 估计签的人会更多一些 当时签名可能有些困难 他们说呢 共产国际和中共啊 中国共产党呢 是在斯大林领导下 不革命了 中国革命啊 要由无产者社来承担 他们还出了个刊 大量的登载和介绍 托洛斯基的著作 他们自己认为要左右开工 左打斯大林 右打蒋介石 这个时候他们的观点 又是说要建立 打倒 还要切实中呢 要打倒国民党 建立五彩阶级专政 但是他们对 共产国际和中共呢 采取批评的态度 呼吁中国共产党 要这个 转到托洛斯基这方面来 由于他们呢 把自己自视 认为是中共的元老 那么其他三个 托派小组织 他们是瞧不起的 说他们是 什么也不懂的 毛小子 要他们解战组织 来归顺 来归顺 那么这三派呢 又说呢 这个元老派呢 都是老机会主义者 还够不上当托派 要写了悔过书 才考虑 他们的托派资格 这样就是 你来我往 一刀一枪 相当的热闹 是吧 我不建议大家 联想咱们今天的 这个热闹场面 那么这个元老派的内部呢 也不是 风平浪静的 互相之间 为争 第一把小椅 或者第二把小椅 也是 互相 这个 这个 阶长道短 而且呢 把自己反对的人 指责为是 斯大林的蒙徒 等等吧 成都秀在这个时候 那个威望也 也不在 是吧 只不过人们利用 他是 中共 元老级的人物 实际上呢 在现实生活中 不受人注重 是吧 因为他的理论呢 也是一个 阴一下 阳一下 阳一下 这个人 那么但是毕竟呢 成都秀这块老招牌呢 在当时还有一些号召力 所以啊 在各地呢 产生了一点影响 有百十八号人 大概这么个样子 那么另一个拖牌组织 叫十月社 由于十月社的 这个主要头子呢 是参加过中共 第一次代表大会的 他叫刘仁静 是吧 那个时候 他跟张国陶 都是北京的代表 中共北京代表 哎呀 反正 这个希望里面 写了不少 这个确实啊 这个 拖派有传统 是吧 我就有个体会 我说 看拖派啊 坐下来 五分钟之内 发生增漏 估计这两个人 差不多都是 投派 民间说 尖别这个 是不是叫驴 把两个拴在 一个槽里 是吧 就能知道 简单的尖别 也可以用他来 做尖别 但我这话 我当然 我不想污蔑 他投派 也就是说 我想您这话 说明 投派啊 这些人呢 他们自己 也知道 这个 这个 增弄起来 没完没了 对吧 就是空谈空 空增弄 是吧 那么上面 我们说的 这四个拖派 小组织啊 把自己啊 都自据为 是拖派的正统 这个拖派 很有意思 就是 不但自己 内部拖派啊 各蒙派 要增正统啊 他在整个 马克思主义里面 他认为 他都是 最正统的 是吧 他的那个 在现实中呢 他往往是啊 以 革命的 督察员的那种 身份和眼光 来看问题 是吧 谁都不革命 谁都有问题 谁都有问题 那么后来你看 到了后期 又成都秀 又说 在他们的拖派 在郑刚里面 就说这个 不要用五彩阶级 拽政 这样的 提法 是一个生硬的提法 他怎么解释 他说 他在中国啊 这样一个 农民战多数的 绝大多数国家 只能提出 打倒国民党 政权是人民的 他说 人民政权 有团结农民的意义 至于政权的阶级性质呢 那就要看 那个时候阶级力量的对比 五彩阶级力量大 他就是五彩阶级专政 五彩阶级力量小 农民力量大 那只能是 共农民主专政 如果共农没有力量 革命失败 那还不是 国民党 自财阶级专政 他就这样 我们可能也熟悉 我们有些同志啊 就是 打来夫婿的一些东西 就是觉得 五彩阶级专政 毛病太多 问题太多 总要搞进去一点 什么 民主的一些东西 托派呢 这个 实际上确实 就是用文字 嘈嘈嚷嚷嚷 嘈嘈嚷嚷嚷 在中国实际上 没有做出 什么样的东西 没有做出什么东西 当然由于 这个在 这个俄国呢 苏联呢 就对托派呢 加的罪名比较重 那么 也是啊 中国共产党里面 有些人呢 利用这个东西 打击一击 是吧 打击一击 托派毛病是不少的 也干不了什么事 但是有时候 为了打击一击啊 他给人家也戴了帽子 进行残酷打击 但是存在 是吧 托派后来 刘向远比较这个 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些杂起杂吧的一些人吧 一些一些读书人 比较多嘛 所以有些人投降给国民党了 是吧 你比方说给 反正是写那个中国之 一起啊 搞这个中国之命 那个叫叶青嘛 他就原来就是托派 那么后来为国民党干活 是吧 那么还有呢 这个去 有个别几个人啊 当了汉奸 是吧 在抗日时都当了汉奸 但这也是比较个别的 各别的 因为托派确实是比较乱 比较凌厉 都是一些小资产阶级 是吧 一会儿左一会儿右的 是吧 所以我觉得呢 也不能简单的就是把托派 说实话到今天谁也把这个托派 一下子说不清 比较复杂 比较复杂 至今呢 研究托派的人也不多 一个可能是懒得研究 因为托派呢 从来没有取得过政权 是吧 都是在下面操操攘攘的 那么特别是呢 到了这个后期啊 这个 在国民党时期啊 三十年代 上世纪三十年代 还有一次是这个 两次吧 这是被国民党啊 因为托派他喜欢搞秘密组织嘛 而且那个话说的都很 非常狠啊 什么要打倒谁啊 什么要实行五彩阶级 暴力什么的 这样的话很厉害 这样的把 这个蒋介石也下个够呛 是吧 结果就两次 对托派进行扫荡 那么为什么 就是有些托派 投降国民党了呢 有些当了叛徒了 汉奸了 什么什么样的 事都没干成了 就严于国民党的打击 关系很大 但是我不希望公平点 我不希望给整个中国托派 戴一个帽子 就是说是汉奸 日本的汉奸 这个 不符合事实 就像有些人把我们某些毛派的 不是自称为什么毛派 共产党人的一些做法 这些右派呀 什么东西 整个扣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些人图上 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咱们还是要事实 以事实说话 那么尤其呢 是这个陈独秀啊 被捕以后 陈独秀被捕以后啊 对托派呢 打击是很大的 那么由于他被被捕了以后 托派基本上是濒临灭绝 那么第四国际 也就是托洛斯基的第四国际啊 派代表来 来给托洛斯基的这个 这个人来打气 要他们坚持不断革命和世界革命 同时要求他们批判斯大林 和这个 鞭策中国共产党 这个 后者说 你快去一边去了 我们现在都 心与力不足了 是吧 最后也就 第四国际的托派 也看了这些 中国的托派 没什么前途 也就 也就算了 那么这 他们跟国际上的托派 这种联系呢 也就 也就算断了 这个 那我们再看到 抗日战争时期啊 就 三七年 是吧 七七事变以后啊 七七事变以后 这个 特别实际上 还是 是在这个西安事变啊 三五年 西安事变以后 也由于蒋介石承诺 是吧 对各种政治犯案等等啊 这个 释放 这个诺言 这样的话 成都秀啊 彭书枝啊 这些人呢 托派 有幸 出了监狱 据成都秀 自己说呢 蒋介石为了 装点 这个 抗日 蒙面啊 还派人 跟成都秀来商量 要请成都秀 请成都秀啊 当劳动部部长 那 成都秀 断然 拒绝了 同时还骂一个 跟着蒋介石为 蒋介石跑腿的 一个托派 是无耻之徒 那么这个作者说呢 成都秀还告诉他 在南京呢 成都秀呢 还跟董病武会了面 董老劝他 以国家民族为重 放弃成见 承认错误 回到党里面来工作 那么一日抗日 成都秀回答呢 他回党 回到共产党这里工作呢 是他所愿 但是你要让我来 表示悔过 那我 难以忠明 后来他就到了武汉 希望 重新啊 把他的托派的 这个炉灶架起来 这个 他又去派人去找 罗章龙 对吧 最后人家也现决 不愿意加入 那么这个成都秀 也是很失望的 那么 再到后来 这托派基本上就 就 越来越 销声匿迹了 对吧 后来成都秀呢 这个 抗云战争时候啊 迁到重庆 又 从重庆 又迁到了 江泽 江泽 江金 那么 成都秀 后来他在 这个地方 更加脱快 通通信 好像就是说 搞什么 文字学了 是吧 那么就他自己说呢 他用马克思主义 维吾史观 写出了中国文字学 他是第一人 自吹什么 言前人所谓言 起后人之 迷惑 迷茫 1942年 成都秀 因患高血压病 死欲 将近 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抗云战后期呢 那就更没什么说的 那都是一些 只有他们大量的 回忆录里面 写了不少 精彩斗效的东西 有兴趣的 可以看一看 我大觉得确实啊 有时间 我这次因为的 要为大家 准备这个 要讨论的东西 看了一点东西 但是 我也有点乱 看的乱的 你骂我 我弄你 因为我说过嘛 托派能写东西吗 每一个 略有点名气的托派 都有什么 回忆啊 住宿啊 什么东西 有兴趣 大家去 可以研究 那我们看一下 1949年以后啊 解放以后 是吧 这个 中国的托派呢 这个什么情况呢 确实是 没有出路了 像彭树枝 王文元 几个头头啊 感觉到情况 比较严重 难得人民的 这个宽恕 是吧 最后潜逃到香港去了 是吧 这就彭树枝啊 王文元 都为什么说 以香港为基地呢 啊 刘仁静呢 和郑朝龄几个大将呢 没有逃得成 就 就 就等待发落 嗯 还有一些 托派凤子呢 认识到 只有彻底交代呢 呃 才能 重新做人 是吧 呃 所以呢 这个 共产党呢 也给了宽大的政策 啊 在1955年 苏法运动的时候 呃 对他们进行了 正式处理 呃 根据他们的会议 改程度呢 分别可以 各种处理 有的教育释放了 有的以适当的安排了 是吧 呃 有的判刑 是吧 有的呢 通过长期教育啊 呃 给生活呢 进行了照顾 然后说像 刘仁静啊 呃 郑朝龄啊 因为我在人民出版社待过 我认识刘仁静的儿子 是吧 呃 他当时就不愿意给我谈这个问题 呃 最后呢 总的来说呢 这个托派呢 在中国呀 呃 整个来说是是是是这个 呃 没没没干什么事 就曹曹嚷嚷嚷几十年 呃 呃 陈独秀的悲剧呀 就就就 正能说明啊 中国 呃 托派的悲剧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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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这在中国的啊 中国的这么个情况 实际上确实是 也没什么 没干过什么像样的事 是吧 也没掌握政权 就是一小撮 是吧 呃 呃 涛涛嚷嚷的 是吧 嗯 搞几个报纸刊物啊 这小报纸小刊物 是吧 究竟一家人 啊 好 呃 我抓紧时间再谈一下 我个人这拖牌的看看 我认为呢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啊 啊 啊 这这 不是我认为 事实上就这样啊 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主要代表人物 啊 梦想大家公认的 有五个人 是吧 马克思 恩克思 列宁 斯大林 和毛泽东 马克思和恩克思呢 主要是理论的创立者 啊 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呢 是主要的实践者 主要的实践者 那么毛泽东思想 或者说 毛泽东主义啊 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里程碑 第三个里程碑 呃 请 请不要啊 有些人想夸张 请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主义 说成第一个里程碑 是吧 他是第三个里程碑 那么我用了八个字来说明这个问题 这八个字就是 啊 造反有理 当家作主 怎么这么讲呢 造反有理 主要是个理 对不对 实际上就是 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基石 这两个基石 一个是圣文价值论 一个是维护史观 圣文价值论解释的是 财富是谁创造的 那么你博多博多者才是理所当然的 维护史观解释是什么东西呢 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 是人民创造的 不是个别英雄人物创造的 但乌兰基就掌握了这两个理论容器 一个是 所有 劳动成果都是劳动创造的 所有的成果都是劳动创造的 还有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 掌握了这个东西 你造反才有理 对不对 这就是马克思恩克斯完成的主要理论 这就是说造反有理的这个利益 在这儿 为什么我说八个字里面还有一个当家做主呢 我认为 列宁斯坦林和毛泽东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 尤其在革命建设过程中 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 多重救灾 寻找劳动人民如何当家做主 列宁 只经过短暂的 这个这个这个实践 由于这个 适时比较早 终止了 那么接着就斯坦林 那么斯坦林对社会主义建设 做出个重大贡献 做出个重大贡献 但是 也存在不少问题 这个问题的不少问题 都是由毛泽东思想来纠正 你比方说 这个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问题 那斯坦林就混淆了这样的矛盾 混淆了这样的矛盾 造成了苏反扩大化 这样的问题 严重问题 这是第一 第二呢 企业管理制度 那斯坦林搞的企业管理制度呢 那这叫 马刚线 也就叫首长制 或者 或者叫厂长负责制 就是军队系统这样的一杆插道具 这为后来苏联很快进入官僚统治 埋下了伏笔 而毛主席 总是把人民穷众作为主体 运动的主体 结果人民穷众创立了安纲宪法 安纲宪法是毛主席命名的 但是这个主要内容是 工人解析创造 这就有很大的不同 尤其是 对待出现的官僚和辩解者 斯坦林采取杀人的办法 灭了毛主席说 人头不是酒菜 不能割 毛主席采取的是 文化大革命的方式 那么不管怎么样 列宁斯坦林和毛主席 都是 探索劳动人民当家做主 这是个主题 那么为什么我在这说托派问题 我提这个问题呢 那么托派现在认为 他的马恩正宗 马列正宗 因为马列是 列宁实践的东西不多 时间很短 他的实践活动 更多的是革命实践活动 而不是建设实践活动 所以 托派呢 只承认马列 马恩列 他只承认马恩列 我们可以把它叫什么 叫什么理论派 理论派 只承认 他们是 马恩列的正宗 天天玩理论 玩嘴皮子吧 当然也有个别人跑到去工厂那 是吧 做工人运动 但是他们 据我发现他们做工人运动呢 总是以救世主的态度去做的 那么列宁 斯大林和毛泽东 他们三个的重点特征呢 是实践 由于脱外 空谈理论 他们自己本身这一派 没有掌握过任何权利 所以他们就否定 斯大林和毛泽东的 社会主义实践活动 这么一个想 这是我对这个 整个问题的一个 一个干过 我想 都不对 我们今天有些同志呢 也 把马 马克思 列宁 马列和毛泽东 隔列起来 甚至对立起来 认为马列宁的东西是 舶来品 有毛泽东思想就够了 我想这是片面 应该是马列毛 理论是一以贯之的 是吧 没有马克思列宁 这样的理论 就没有毛泽东思想 那也就是个李自成 对吧 所以我想 不要隔列 不要隔列 理论的创立者 和实践者 都是一以贯之的 是吧 当然 有个别人 啊 这个 这个 所谓的高高举 毛泽东的思想和理论 啊 甚至对毛泽东思想 进行了 个人的解释 什么 中国传统文化 与中国 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甚至把它宗教化 我认为这是别有用心的 这不是重点 我就不多说了 那么第二呢 第二个小问题呢 就是我对脱派的看法呢 我自己呢 对脱派有这么几个特点 总结一下 第一 自认为 是马列正宗 他们坚决的 不遗余力的 批判斯大林和毛泽东 不承认苏联和中国 进行过 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 你比方说 他们 认为 今天中国的 国有企业 原来传统的工人 之所以今天 不能有效的进行斗争 就是因为 毛主席把他们浓化了 毛主席把他们当枪使了 跟右派这种解释 没有两样 就说 只要是毛泽东搞的 斯大林搞的 通通反对 第二 产生托派这一派别以后 这个托派呢 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也没有执掌过政权 这又是他一个特点 所以他们以 批判者 所谓 批判者坚长 直手画脚吧 第三 我认为 托派是一个 左翼小字在结局派别 他们宗外主义极其严重 派系 林立 反正我说不清楚 实际上是一个 小字三间级的派别 我把它叫左翼的 因为他打着马克思的 列宁的旗号 咱们还有右翼的小字 小字的 小字的团体 这种小字的团体 有可能还要举毛旗呢 是吧 那我们只要是看 他实行什么政策 而不是他说什么 第四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啊 托派加入到了 走字派和右派 反对于社会主义 计划兴体 和文化大革命的和尚中 完全同流合污 完全同流合污 我去年呢 和一位同志 我们不是去德国 结果呢 跟香港一个托派投赦 我们一起啊 参加了几次会议 这几天下来啊 我就感觉到 这个托派啊 除了词有出用点马克思 或者工人阶级 这样的语言以外 所有的内容 都是诱派的 尤其说到中国 什么三年自然灾害 死了多几千万人呢 什么反右运动啊 整了多少知识分子 文化大革命是多吗 怎么整人呢 一模一样 利用工人啊 把工人都让阿斗啊 就利用啊 实际上是为他们 特权 毛贵族 毛特权 什么的 服务啊 跟右派完全一样 用的石料都一样 因为我们是搞工人的 他还是搞工人的 我们再也离开 他拿着工人石料 替工人说了一些话 现实的话 但是解释的理论是错误的 解释的理论跟今天右派一样 大家没看吗 右派现在不是也 丧失了阶级基础吗 他的阶级基础 资产阶级 不是被当今执政党 已经统战了吗 已经 已经 弃数为党员了吗 这样他们丧失了自己阶级基础 他们跑到我们工人阶级中间来找 阶级基础来了吗 也到我们工人阶级面前来留两滴类 期盼将来有什么多档选举的时候 我们工人阶级为他们投几张票 那么这个 这个托派呢 我就跟他呢 有个切身的体会在一起 我们俩有一次辩子之后 他简直就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毛时代 简直是 就跟他右派甚至比 我说有些自由派在我面前 适当地对我宗众一下 他竟然那么厉害 结果他发现我非常生气 因为他香港 香港那个同志嘛 个头比较小 比较瘦小 我一愤怒 那我个儿也不大 但是我 我愤怒起来比他要大一些 我又是个西北人 他担心我这个 要搞暴力 所以最后他 他话马上就软下来 也不肯给我增了 真是把我气坏 我觉得 我说你都是 不小的知识分子 还有名的托派 对吧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托派呢 这个小子在与其左翼啊 这个 至今呢 我们看到的 碰到的一些托派 除了咱们国内一些 小青年啊 我想可能是不是有认识的不同啊 或者是别的原因啊 我原来建的一些托派 我觉得 他实际上 客观上 加入到了 走资派 右派 反对社会主义 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 合唱中了 那么我想呢 我们将来 也要公平一点 不要建托派 就给戴汉奸的帽子 有些东西 可以谈一谈 是吧 他毕竟是个小子在与 而且他这个左翼团体 是吧 他的新时代 可能有他的 已经进步意义 对吧 为什么你团结 有些人讲一下 团结又一小子在结局 却非要打击 左翼小子在结局呢 我想 是不是这个 不应该这么做 对吧 我个人都看 这个因为我说过嘛 这个尤其是年轻人 喜欢读书的人 一旦沾上了托派的书籍 系统的这一套理论 因为托派这个语言啊 这一套东西啊 对现实是也很犀利 也很犀利 他这个托派里面 有些大理论家 国际上有殖民的大理论家 那么 这个 有些年轻人 有可能会掉进去 是吧 掉进去又不顾现实 不顾事实 用托派这一套逻辑 去解释啊 他就掉进了 像宗教团体一样的地方了 所以啊 我希望大家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啊 还是多谈讨啊 甚至从他身上呢 让他给你讲讲托派的一些知识 找点知识 别帽子一扣 然后一股子打趴下 然后表示自己是掌握真理的人 我个人这么看 有些托派呢 可能也有转变的可能 所以呢 我那个感受呢 就是 托派呢 是以知识分子居多 在国际上呢 工人贵族 也是托派的主要成员 我们这次去德国的时候啊 正好在一次活动中呢 碰见了 托派在那门口啊 发材料 卖材料 上面那些材料都是 好像他比中国的工人阶级 更统治反动派一样 为工人说些话的一些材料 我们当时 我说是 作为捐助吧 反正是为工人说话嘛 我们当时不清楚 是德国的托派 斯巴达克派 我们换了五欧元 买了将近五十块钱人民币吧 我来看了一下 反正一直后悔 不该花这钱 不该花这钱 那么重还背回来了 那么德国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同志呢 还说 谢谢这这这 别买他们东西 但是这些是白吃 就是一天哪有会场 赶会场 然后喊口号 但是呢 什么东西都不懂 就白吃 大概这样 那么实际上呢 今天呢 由于啊 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 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 就资本主义开始摔落 是吧 社会主义运动 也就是说 或者共产主义运动 又开始要兴起 我认为啊 托派 竟然是一种 左翼小子在这派别 或者以托派 或者以别的什么名 总会冒出来的 总会冒出来的 这个 估计啊 将来我们还得 讨论这些问题 这问题 哎呦 一个半小时了 好 那那我今天就 说到这吧 呃 其实 我是每天总是 事情特别多 准备的也不充分 呃 呃 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呃 如果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再 呃 我们再谈讨啊 我我我 首先声明 我是刨转引语啊 刨转引语 呃 大家批评我 批判我都没问题啊 呃 呃 呃 骂我一下 脱筷问题也不大 对不对 但是我们还是要讲道理 好了 我就说到这 谢谢大家 好的 非常感谢张老师啊 呃 今天这个 讲课呢 非常有意义 呃 从我个人来讲呢 呃 可以说了解了许多东西 啊 呃 尽管呢 我感觉目前对待脱派的问题呢 还不是一个 急需批判的对象 但是 对于很多对脱派认识模糊的 这个这样同志来讲呢 呃 对了解一下啊 让这个脱派这个 呃 印象呢 在自己头脑里面 呃 清晰起来 呃 非常有意义啊 呃 我想首先跟这个 张耀德老师呢 出一个问题啊 我突变某位同志说啊 他亲口的 他亲耳听见 说李明奇承认自己是脱派 是不是 确有此事呢 啊 我 我觉得有点 嗯 摸不准啊 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 从我的认识里面 我还没有这个认识啊 但是他说呢 他 轻耳 听到我 可以回答一下吗 好 呃 咱们没什么不能回答的是吧 今天我都 做好准备 让让托派青年 呃 呃 这个什么我呢 没关系 那么明奇呢 李明奇呢 跟我有二十年的交往了 啊 二十年的交往了 作为一个青年人 在成长的过程中 涉猎各种书籍 是吧 呃 呃 这是正常的 是吧 我知道的 李明奇呢 也读了不少托派的书 还给我 我当时在北大读研究生的时候 他还给我推荐了一些书呢 呃 但是 我从来没有听见过 是吧 我 我曾经跟一个朋友说过 我说我怀疑 李明奇 是不是个托派 李明奇呢 呃 这是在今年回来的时候啊 咱们有一位这个青年呢 当面问过他 他说 李明奇啊 我想证实一下 都说你是托派 呃 请你明确给我回答一下 明奇说 我不是托派 那么我的理解呢 就是李明奇的回答是诚实的 因为 托派有个特征 凡是托派者 必承认自己是托派 他是以自己为 自己为托派而自豪的人 就像我们知道嘛 法轮呢 你要问他一下 他要是法轮 他一定会 表这个态度 他有一种宗教的那种特征 是吧 所以我想 呃 不会是口是心非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我想啊 考察一个人呢 是不是托派 恐怕还能看一下 他的文章吧 他的思想 托派有个特点吧 就是最简单的 那个检验办法 他是 无论斯大林 毛泽东 有什么东西 他都会反对 他都会否定 他是反毛 反斯大林 而且他用的逻辑是右派的逻辑 用的词是马克思的个别词 但是逻辑是右派的 所以如果说他是个托派 他绝对不会用毛主席毛泽东 正面这样的词来说的 这又是一个特点 那么另外一个特点呢 他就更不会参加 毛派的一些活动了 他认为这样对他都是侮辱 我甚至开玩笑 托派如果 带张毛主席向张 被其他托派知道会打死他的 他更不可能去参加 咱们左派同志举办的 毛主席纪念活动 当然他更不可能亲自操办了 好的好的 感谢回答 当时有个同志呢 已经写了好几遍这个问题 其实呢 我在听到讲座过程当中 我也提了一个问题 就说托派的一个观点 是主张不断革命 那么我们也知道 马克思的一些文章里面 也是这样一个观点 不断革命 那么托派的不断革命 主张的不断革命 和马列主义的不断革命 以及和毛主席的继续革命 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能不能明确一下 单看字面的话 恐怕会让很多同志不了解 托派这个主张的同志呢 会感觉迷惑 好 我自己 试着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就是说 不断革命 实际上 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就是说 在没有实践共产主义之前 我们的革命啊 是不断的会进行的 不间断的会进行的 这就是共产党宣言里面 两个决裂 讲的两个决定 除了消灭私有志以外 还要讲两个决裂的问题 对吧 跟资产阶级一切的 这个 统治的基础 物质基础等等要决裂 同时还要通他的腐朽文化下决裂 这个革命是不断的 你比方说 毛主席的无财阶级 专政下文化大革命 就是这样 什么叫无财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呢 首先它是文化革命 因为生产资料等等 已经掌握在无财阶级手里 但是文化等等 还可能掌握在 具有私有观念的一些人手里 所以 这场革命要在无财阶级的 领导下进行 马克思的不断革命 很简单 很简单 首先 登的民主实行无财阶级专政 然后 在无财阶级专政的条件下 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过渡 直至 直至 从生产资料 所有制 变成社会所有制以外 还要在风吹上 有暗劳风吹 变成暗需风吹 在文化上自然要有个决裂过程 这是个不断革命的过程 不能停 毛主席的 也一样 也一样 那就最著名的就是文化大革命理论 都是不断革命理论 托罗斯基的不断革命路是什么呢 是他当时啊 在那个时候啊 跟斯大林斗争的时候提出来的 他首先 确定为 啊 斯大林主张的 实际上也是列宁主张的 先首先 苏联 巩固 社会主义政权 建设社会主义 同时 根据世界 帝国主义 发展的条件 协助其他国家的共产党 尤其是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 是吧 一起 实行革命 而托罗斯基 把这种一国 首先 建立社会主义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说成是 革命停滞 所以 他这个时候就提出 不断革命 这是一个含义 还有一个呢 就是针对新民主主义 针对这个 这个半知名帝国家 他认为 不要把革命 分为两个阶段 那就像毛主席 革命时代 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 和社会主义革命 两个阶段一样 他说不要恨 直接就社会主义革命 不需要经过一个 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阶段 要不断革命 就是这么一个 我的理解 大致就是这个样子 表面上看理论 觉得还 似乎没什么大错 这是一种认识的区别 但是在指导革命的时候 他有重大原则区别了 所以我说嘛 脱派呢 他有时候拿上原则 很呼人的 很吓人的 非常非常之革命 实际上呢 他不符合实际 从脱派产生 到现在 几十年了 没有在任何一个地方 那么小一个地方 能够智障政权 简而言之是极左 可以 我看这个同志 写的这样 好 我就回答在这 回答得很清楚 很明白 从我的理解来讲 从我的理解来讲 似乎是这个 就是脱派指责 420搞瘦水建设 是好像是耽误了这个 世界革命一样 你不用去搞建设 你应该一心意的 为了世界革命 去做准备 而不能够先去 巩固你这个 无产业关政 这是一个 特别大的分歧 宇宙世界 才是一个问题 让您谈一谈 对博的个人态度 或者说 您昨天晚上 也是在这个 星期天频道 谈了一番 似乎让别人感觉 是不是不大明确 就是对待他 应该是 是一个支持 还是继续批判的态度 以及会自己自主的 来扎入一下 应该怎样对待 薄熙来 这个事件 以及薄熙来的个人 这是个难题 今晚我想参与讨论 我是这么想 讲任何一个问题呢 要必须在 他这个历史环境中 来谈这个问题 离开了这个历史环境 是说不清楚的 是吧 我们知道 薄熙来 现在这个事件 朱熙的事件 是在什么条件下呢 是在特色理论 不能进行下去的 时候 统治者 统治者 为了 延续统治 为了延续统治 寻找合法性 所采取的一种 政策措施 政策措施 这个措施 就是有 以薄熙来为代表的 所谓的重庆模式 事实上 你讲一下 重庆模式 是什么呢 按照字面上 他不就是 十七大数名声工程吗 讲的名声工程吗 只不过薄熙来 认真的 执行了十七大的 名声工程吗 那么另一半 更是不愿意 是吧 连这点名声工程 都不愿意做 是吧 要讲什么 做大蛋糕 是不是啊 那么在 薄熙来看来 两极崩化 已经严重到 如此地步 不是以外 自由派都在呼唤吗 喊吗 叫喊吗 说有爆发革命的可能了 还不想办法扭转吗 所以我想 这是统治阶级 另一部 的一个改良主义 那么怎么对待它呢 我想应该封两块 或者封两个层面 来理解这个问题 一 理论上必须彻底认识清楚 理论上必须彻底认识清楚 不能把它上升到 马列毛理论上 来确定它这个东西 什么模式 是吧 就是改良主义的 只不过这种改良主义 被另一派都不能容忍 就是它担心有任何的 通向社会主义的东斯马迹 所以我说 它是改良主义的一种政策 这从理论上 我们必须认识清楚 不是马列毛路线 或者说 我们谨慎一点 有些东西还有待遇观察 现在好像基本上不用观察 是吧 第二个层面怎么谈问题呢 在今天左派运动 至少在中国的左派运动 还属于较为混乱的抓地下 革命的道路模糊不清 甚至还不知道 革命的道路是什么样子的时候 普通的本性 希望通过一些改良的措施 来改善自己的痛苦的命运和状况 对统治阶级 什么 给自己多封一点点蛋糕 都是具套期望的 那么这样的话 那么薄熙来呢 做了这些事情呢 那么就引起底层老百姓的一些同情 是吧 引起底层老百姓的一些同情 同时也为底层老百姓呢 带来一些希望 带来一些希望 这个不能放在理论里面来谈 这个要放在现实中来观察 是吧 就是我的想法就是 不要把理论上认识 和他在现实中普通群众 对他的态度 两个混在一起 所以啊 这个 那么 那么 所以呢 就说 这个 我们呢 我昨天也简单的听了几句啊 就是 我们应该通过自己的经验等等 还能观察出 有相当一部分群众啊 还是对国的这个状况啊 处境 具有同情的 这么一个态度 第三呢 我就想啊 未来的社会主义啊 运动啊 会这个什么样子呢 从根本上我们知道 统治阶级占有了人民财富以后 不会简单的还给人民的 对吧 你人民需要的话 他要就要用暴力的国家机器来镇压你 你看工人的维权斗争啊等等 多么艰难啊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如果 在这三十年来啊 把社会主义妖魔化 是吧 同时呢 人民穷众对资本主义啊 又 尊重感受 令人痛苦 在这种状况下 对社会主义的方向啊 不明确的时候啊 如果说 有人呢 我们先不说他个人的动机 呼喊一些社会主义的东西 说社会主义的一些好话 说资本主义在中国不可行 用毛主义的一些 语录 唱一些红歌 提提正气 我想至少我们应该是 可以宽容的 可以宽容的吧 所以我想分这么几个方面 来思考问题 不要就是说一个尺子过去以后 通通的骚倒 这大概就是我的一个 基本想法吧 张老师呢 把他的比较含蓄啊 大家自己琢磨 其实呢 意思也是比较明白 还有其他问题吗 风雨如提这个问题啊 是不是 今天是不是也要首先进行一次民主运动和革命 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呢 这是风雨如的问题啊 请张老师回答 这个问题特别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在今天这个时间中 这都可以做专题讲一次讲不完嘛 关键 这样大的问题表述起来是有困难的 那我简单的说两句 民主和社会主义革命 两个本来不是矛盾的东西 但是根据通常意义上来说 被表达为民主革命的人 就资产阶级革命 民主革命 社会主义革命就社会主义革命 我认为在今天 极没有现实条件 也没有必要 非要试验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阶段 因为资产阶级民主 在他的发源地 欧美这样的地方都烂包了 都烂包了 就是那种民主啊 如果说他有价值 现在呢 由于无产阶级 一百一二百年来的斗争 获得了一些利益 但是他再也难以推进了 这是第一 第二 当这种民主啊 自在这种民主 用一用到 不是发达国家的地方 往往被帝国主义 欧美资产阶级 用来打击 这些民族的 一个武器 过去的老殖民主义 是通过商品 和枪炮 打开国门 欺辱其他的弱小民族 今天他们用的正式民主 来对其他的民族 进行殖民化 他已经丧失了 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 民主的真正含义 和所有 而我们国家 是有过社会主义革命的 有过社会主义大民主的 尽管那种社会主义革命和民主 有不尽人意和不理想之处 但是不管怎么说 也要比 资产阶级的民主 有限时以一百倍 所以我想我们应该 还是从中国的 尤其是社会主义建设 和五彩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样的理论中 寻找我们的前途 而不是寻找一个游戏规则 让我们中国劳费性再玩几十年 所以我呢 经常会说 三十年前我们上了资本的当 把资本当成一朵画 结果今天他才发现 资本是来到人世界 就流着肮脏的血的 一台机器 一台扎人血的机器 我们今天再不能上另外一个当 那就是民主这种宣化 所以我认为 我明确的认为 什么资产阶级的民主 这种东西 今天在中国是没有意义的 是没有意义的 这一说 我们去争取的一些民主形式 大家不要硬套的 资在这些民主上 那是我们走向 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 必然要争取的一些权利 好 我简单就回答到这 好的 感谢张老师 其他通知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直接打出来 习近平呢 发问 既然判断博的政策 不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 去把它当成 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符号来推广 这能不能看作是一种 善意的欺骗 我再给他缠罚一下 这个因为呢 这个讨论呢 我跟习近平 当中讨论过 我曾经说 我们支持他 支持他具有 他说的话当中 有社会主义的 比方说你刚才也说的 他在那正面的 宣扬社会主义的好处 也用毛主席的一些语论 来表达自己这个 也算是争取名义的 一种投机的行为吧 但是呢 我们利用他这种表达 就是他自己的表达 利用他这种表达 对于老百姓 引导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我把它 这个博士来当成 这样一个有利的符号 那么 这能不能看作是一种 善意的欺骗呢 请张老师回答一下 好 我试着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是这样 我们呢 也不要把个别大人物 号召什么 这个 或者他做一个什么实验 或者一个什么模式 看成啊 这个 我们的 前途啊 什么东西 而是说 他 应该这么看到 就是他 说一些社会主义的话 说一些毛主席的一些话 说一些老百姓 喜欢听的话 唱一些红歌 不是出自于他 绝地 信仰 是 而是 被穷众的一种用动 无形中推动的 不是某些人说 是 某个领导人 准备要搞社会主义复兴了 哎 怎么怎么地了 我想 这个看法肯定是错不得 而应该看到 由于阶级矛盾的发展 被迫 一些人 所谓的 有政治头脑和聪明的人 要 顺应 民意 不得不说一些话 那么在这种条件下 我们既从本质上要认识到他 同时啊 为什么不去推动他呢 我们从理论从事上 深刻的认识到他这一点 同时 为什么 非要去 人家说了一些好 我们觉得还可以 有家人的话 被迫他说出来的 有关社会主义的一些话 为什么要去打击他呢 我就觉得 是不是我们这么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是吧 就是被迫的让骗子来说 真理 说出真理 说出好听的话 我们为什么要去把骗子要砸一动呢 所以我想啊 无论什么人 就像毛主义说的 只要你说的对 我们就照你的办 只要你 我刚才因为我断线了 我突然这网络 断线了 没他注意到 你刚才说谈王征的事啊 我因为时间忙 我也没有这个 很好的思考这些东西 但我有个感觉 刚才像我听到的一路风景谈的 就说 我觉得王征这种做法 至少在我们的广大的普通民众心目中啊 认为他是一个正义的行为 而我没有把他的这个行为上升到理论 或者说一场运动这个角度去思考 是吧 比方说 我从来也不会讲 我去挺国 是吧 我说还是要看路线吧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我们做红色中国网站嘛 我们当时的方针是 跟随民意和反映民意 大概也就这个想法 所以王征这个事我也说不了多少 我就觉得 他这个行为作为一个 一个教师 背后的背景我都不清楚啊 就是他作为一个 一个个人呢 铁身而出 对于这种 政权的这种行为啊 表示自己的抗争 我觉得这个精神是应该支持的 大概这样子 那么你说的什么 我没有 因为断线了什么 我可能没注意到 我就不知道别的内容 我今天还想讲一个故事的 其实 是涉及托派的故事 要不 你这个东西 咱们说完 我再讲这个故事 明天 好 好 那我接着讲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 关于托派的 但是也有可能呢 对我们今天呢 讨论这个重庆模式 看看有没有什么借鉴 2000年的时候 我跟杨和平去了一趟菲律宾 那么受菲律宾的共产党的邀请啊 正好我们到达马尼拉的时候啊 正好是推翻埃斯塔拉达 这个这个 这个演员总统的那一天 群众聚会 集会 欢庆活动也基本进入尾身 我们到达马尼拉 所以我们呢 正好呢 去一共20千时间 我们了解了一些 在菲律宾的社会运动方式 他就推翻一个总统 支持另外一个总统 那么推翻的叫做埃斯塔拉达 那么支持的是 就是那个 那个女 女总统叫 阿乐越 是吧 支持是阿乐越 那么当时呢 我们在问一些 菲律宾的左派 派系啊 怎么对待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们就讲到托派 然后呢 把一些照片呢 摆出来让我们看 托派当时啊 这个托派他有一个 有意思的特点呢 能写文章 同时也能够打标语 他的那个标语特别大 特别醒目 在一个过 过人心天条的下面 那么当时 我就问 托派跟菲律宾共产党 你们的政策区别在哪里呢 他说托派的观点是这样的 就是说 你必须号召我们 全体民众 我们的这一次运动的目标 是要推翻整个菲律宾共政府 因为 我们的菲律宾人民 就是在 这个 这是菲律宾共政府的 统治压迫下生活的 只有彻底推翻 菲律宾共政府 一举实行 社会人革命 那么 才能解决问题 那么菲律宾共产党 是什么政策呢 他们认为 他们要支持阿雷 他们要支持阿雷 阿雷 菲律宾共产党也清楚 是统治阶级中间的一员 也不见得是多么好的一个总统 当然总统也不见得好 但是 他为什么要支持阿雷呢 那我还记得 这十二年前呢 菲律宾共产党的一个官员 给我们的回答 他说 我们呢 今天的革命目标 跟中国一样 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我们今天 连民主革命 胜利 目前还谈不上 那么目前只能 尽一切可能的推进 进步的社会运动 当大部分群众 有这种愿望的时候 这是第一 第二 我们菲律宾共产党认为 我们不可能一举推翻中国政府的时候 那么 我们通过支持一派 打另一派 把群众运动 发动起来 搞起来 让群众 在这场运动中 得到锻炼 而且通过这场运动 让我们菲律宾共产党 从这场运动中 吸收更加进步和积极的 一些分子 参加到菲律宾共产党中来 哦 这个时候啊 我才理解了 这个 这个托派啊 和菲律宾共产党的一个区别 后来当然菲律宾托派呢 不断的包括国际的托派的揭露 什么菲律宾共产党 怎么怎么 这个这个 这个跟军政府合作 怎么杀害革命这等等 那么因为我这个 咱们还跟菲律宾这边 咱们有些这个在美国的同志 还是有联系 那问一些情况 这都是造谣 造谣 那么在我们离开 菲律宾 马尼拉的前一天 一个工人领袖 被人在马尼拉大学 这个枪杀了 那么我们知道的情况呢 就是这个 这个托派呢 也是个工人领袖呢 这个工人领袖也是个托派 被杀掉了 那么 马尼拉共产党呢 而且菲律宾共产党呢 又去派人 去 倒面 同时啊 这个 要求 这个 惩败凶手 等等 是吧 那么这个时候呢 菲律宾共产党又表现出 对托派在这个问题上 的支援和支持 这是我呢 就涉及这个问题的时候啊 记忆比较深的 两个小事件 两个小事件 那么 是不是这个事件呢 因为菲律宾共产党呢 完全是 马尼毛的 完全是马尼毛的 而且今天主要用的理论 是毛泽东思想 用的就是三大法报 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 武装斗争 可以说 我有个感受 我到菲律宾二十天 包括到了游击区 我还背着枪 跑了几天 感受最深的是 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在菲律宾这样的地方 复活了 但是菲律宾毕竟是一个 保国 七千万人口 同时呢 是美国的殖民地 就是殖民地 当然现在菲律宾不是跟咱们 还有这个矛盾吗 这是统治阶级的内部的事情 但是菲律宾的共产党各方面 应该说在今天国际上 都是非常大而强的 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股力量 我想呢 我把这个故事讲一下 看看大家呢 在这个问题上 是不是在思考 薄熙兰问题的时候 有没有参考价值 军队大约一万人左右 这个苏联崩溃了以后 菲律宾共产党出现极左 结果丢失了百分之八十的游击区 人员损失也特别大 这是一次极左 那么 就是由于俄国出现的问题以后 中国也 也把菲律宾的这个 这个就是邓小平啊 关闭了咱们的军事凶炼基地 咱们的给菲律宾共产党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后来就出现一批极左分子掌握了菲律宾的共产党的权力 然后采取这极左的行为 导致丧失了百分之八十的游击区 和百分之七十左右的人员吧 我去的时候是刚刚恢复到 一个较好的状态吧 军队大约有一万人 党员具体数字没有讲过 他们呢 尽管菲律宾共产党 菲律宾共产党在菲律宾是合法的 法律上讲是合法的 因为菲律宾是完全抑制的 抑制的是美国的民主 但是没有一个菲律宾共产党员 就像我们这样的关系 都不承认他是共产党员 我们当时在的时候 还有一千余名呢 菲律宾共产党党员呢 比关在监狱 尤其是女同志 还有一个女范部给我们讲了 相当一部分女共产党员 被关在监狱里 而且被强奸侮辱 这就是这样所谓的 制裁军队民主 我当时有点不太理解 我就说 它是个民主的国家 怎么能这样呢 那怎么抓呢 以什么理由 把他们抓进监狱呢 他们说 他根本不用你是共产党这样的名义 而是以恐怖主义 还有一个就是以经济犯罪 还有一个就是以犯 犯毒分子 以这样类似的罪名 把你抓进去 在你兜里装一袋白粉 然后诬陷你是 这个犯毒分子 等等类似的这些东西 好 好 我讲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